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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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各级体育部门要关心爱护广大运动员 特别是青少年运动员 切实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训练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为他们健康成长 创造良好条件 同时要积极策划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 努力营造人人参与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 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广泛宣传我省篮球小将的先进世纪 进一步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焕发拼搏奋斗激情 为加快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大正能量 胡玉婷为长春市第108学校女子篮球队颁发奖金50万元 张恩惠 李伟 梁仁哲 刘化文参加活动 他们是一群正值花季的青春少女 他们是篮球场上英姿萨爽的运动员 他们创造了吉林省篮球赛事上一个新的历史 他们就是2022至2023中国初中篮球联赛的全国总冠军 长春市第108学校女子篮球队的队员们 无论是全国总决赛期间第一场的不消不灶 第二场的最后绝杀 还是第三场的成功逆袭 赛场上的每一秒都是108精神 在支撑女篮队员们 坚韧刚强 执着拼搏 彰显青春力量 弘扬激临体育精神 从我们第一天开始接触篮球的时候 就有一颗冠军的梦 这是每一个热爱篮球运动人的梦 我们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位子就是有一天能站上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 登上冠军领奖台 所以每场比赛我们都当成决赛打 咬牙拼 也正是因为这股劲让我们坚守住了最重要 和最珍惜的赛场和阵地 我们一周是进行武训 从基本功练起 从吃骨耐劳抓起 从扛住压力抓起 从吃吃以恒抓起 同时注意体育精神的培养 作为老师和教练 我们更多的是教会孩子如何做人 如何学习 如何坚持 我们还得脚踏实地的 冠军只能说明过去 我们会继续按部就班地做好本职工作 为家乡培养更多的体育人才 吉林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女子组第一名 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吉林赛区第一名 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北区赛亚军 长春市第108学校女子篮球队 一次次在赛场上用汗水和拼搏的精神 接续着自己的冠军之路 学校积极推进 课堂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 集聚旅行国家双减政策的要求 追求高质量 低负担的教学效果 让学生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进行体能的锻炼 及发展兴趣的特长 重视体育在教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推动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作为国家级体育传统特色校 多年来 长春市第108学校 按照国家要求 持续推进德智体美劳五欲并举 在南兰建设已有一定基础后 组建发展了女子篮球队 学校科学谋划篮球队培养计划 多局道选拔优秀队员 加强师资培养 注重球队梯队建设 打造训练环境 拓宽球员发展出口 同时学校还开设了乒乓球 篮球等多种项目的体育运动社团 努力培养五欲并举的新时代好少年 少年强 中国强 体育强 中国强 体育运动不但能帮助学生 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 锻炼意志 其所传递的体育精神 更能为各行各业的竹梦人 提供宁心俱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当我们把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的精神 转化为立足岗位 发奋工作的实际行动 当我们把奋勇争先 摘进夺银的闯劲 转化为攻坚克难 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 必将进一步激发奋进动力 发挥出体育 在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中的特殊作用 激励我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昂扬的斗志 更加充足的干劲 奋力补写吉林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今天吉林省海外联谊会 四届二次理事会 在长春召开 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余位港澳台桥界代表人士 共续友情 共谋发展 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吴海英 当选吉林省海外联谊会 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他希望省海联会及各位理事 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着力促进港澳人心回归 台湾民心认同 海外侨心凝聚 积极投身吉林振兴发展 各项事业 争作促进吉林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的 推动者建设者 贡献者 做吉林项目推荐官 和招商特派员 坚持思想引领 政治引导 文化进润 把省海联会 打造成锻造人才的实干平台 招商引资的特色平台 聚集代表人士的高端平台 不断开创和丰富 海联工作的吉林特色 吉林品牌 今天 正产学研协同 地校运气携手 创新引领 长春振兴突破发展大会 在长春市召开 会上发布了 长春市进一步加快 科技创新发展的肉干意见 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 提升创新能力 把长春科教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 竞争优势 巩固发展区域创新中心地位 为长春市全面振兴 新突破 提供有力支撑 长春市政府 与吉林省科技厅 签署了 厅室工作会商制度议定书 与在长部分高校院所 签署了首批 深化科技创新合作 助力长春振兴突破协议 与高校院所开发区 签署了三方 共建首批 科技产业园区研究院协议 为推动创新资源 高校统筹 科技力量一体布局 形成科技创新 全市一盘起 会上正式成立 长春市科技成果转化 战略合作委员会 下一步 长春市将加快制定 支持科技创新 及产业发展政策的实施细则 让各类创新主体 尽快享受政策红利 地下院所 协同发力 努力在科研成果转化上 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 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上 取得一批突破性进展 吉林省始终将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 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坚持站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发展 五年来 吉林全面进入 以高水平保护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崭新阶段 全省生态环境状况 连续19年保持良好 夏秋之交的吉林 水环境质量 创有监测记录以来 最好水平 如今的东梁河 滞留仙人河 水草风貌 野花土燕 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 休闲健身地 现在我们的河 修得多好啊 水清了 树绿了 环境改变得特别好 吉林坚持水生态 水环境水资源 三水共治 从13、15世纪开始 谋划实施了 辽和流域195个建设项目 目前辽和流域水质 全面改善 实现猎物类清零 到目前 优良水体比例 达到91.7% 继续推进 十四五 十八个 污染治理项目的建设 特别是 仙人河综合整治工程 全境已经达到了 三类水平 长之九星 成为了常态 五年来 吉林优良水体比例 提升了10个百分点 达到81.7% 对净水 格外中情的 珍稀鸟类 有239种 增加到276种 茶干湖生态名片 胖头鱼 普遍长到了 20斤以上 茶干湖变得 水更清 鸟更多 鱼更肥 我们以实际行动 递交了一份 保护生态 和发展生态旅游 相得益彰的 高质量大卷 截至2022年 全省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 有83.3% 提升至93.4% 空气质量 稳定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 吉林兰持续在线 因于房屋置屋举措 延伸到末梢神经 截至目前 全省县级及以上 城市建成区 1291台燃煤小锅炉 全部淘汰 20万千瓦 及以上燃煤发电机组 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作为国家 北方清洁取暖示范城市 白山市积极推广 电带煤 生物质带煤 等多种清洁取暖方式 采用热电联产 集中供热的形式 代替以往老的 分散式的小锅炉 减少化石能源 低效燃烧 带来的环境污染 吉林全面实施 接赶群域进烧 全省清洁取暖率 达到82.57% 累计完成66个钢铁行业 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我省将绿色化低碳化 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环节 积极推进奥迪一级新能源 计划120万吨乙烯 吉林化新20万吨碳纤维 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 或批全国首批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采取节能型公寓流程 等多项措施控制 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炼油装置综合能耗 乙烯装置能耗 都远低于国家标杆水平 在吉林 路上风光三峡 山水蓄能三峡 轻动吉林等 重大能源产业项目 正加速推进 五年来 吉林风光发电总装机规模 翻了一番 由778万千瓦 增市1587万千瓦 截至2022年 全省生态质量指数达到67.32 比全国平均值高出7.72 五年来 吉林省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817.4万亩 万里绿水长廊 累计新建改善 近1200公里河岸 东北虎豹数量分别从 27只 42只 增至50只 60只 中华秋沙鸭增长了近300只 省委省政府出台的 关于构建现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意见 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制 保护生态环境 全力打造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 中国先行区 黑土地 保护利用示范区 绿水青山 冰天雪地 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引领区 高标准住牢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典范区 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为吉林全面阵型 注入新动能 塑造新优势 今天是首个全国生态日 主题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吉林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 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省人大常委会忠实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保护生态环境 出台了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 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吉林省辽和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等多部地方性法规 为美丽吉林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党中央角色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 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进一步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 依法守护蓝天避水净土 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助劳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屏障 加快推进生态强省建设 贡献人大力量 今天上午 松原市在纳仁汉公园组织开展了 全国生态日主题宣传活动 向群众宣传生态日设立的意义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严吉市今天成立了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站 并培训了首批环境保护志愿者 牵头组织生态环境志愿者 投身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中 开展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 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入脑入心 在吉安市 生态环境保护站的工作人员 走上街头 积极向市民发放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生活倡议书 普及生态文明理念 通话 徽南 磐石等地纷纷开展 生态文明我们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 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今天 临江 镇瀾 东风 乾贵 罗斯 蒙古族自治县等多地 公共环保单位对外开放 引导市民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鲜花 献鹰烈 哀思 祭忠魂 8月15号 洛旭东 周昆逊 尼峰 张志昭烈士追悼会 及遗体告别仪式 分别在吉林市 舒兰市举行 党政军机关代表 群众代表 及烈士生前同事 亲友 战友等 共同送别 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付出生命的四位英雄 8月3号以来 舒兰市出现有历史记录以来 最强降雨 在洪水肆虐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 舒兰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骆旭东 舒兰市人民武装部 政治委员周昆逊 吉林市水利水电规划院 高级工程师尼峰 舒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综合二科科长 四级主任科员张志昭 四位同志 不顾安危 向险而行 奋不顾身 冲在灾情最危急 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他们在权力组织解救 被洪水围困群众时 突遇特大山洪 不幸遇难 因功牺牲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 信念坚定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赤诚情怀 爱港奉献 勇于担当的高尚锦操 不惧生死 向险而行的英雄气概 他们用实际行动和宝贵生命 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他们的先进事迹激发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奋进力量 训刑发生以来 他们夜以即日连续奋战 哪里有危险就冲锋在哪里 以坚定的理想信念 想念的责任担当 用身躯 助劳了保护群众安全的红色堤坝 作为战友 我们一定要传承和发扬他的精神 铁心向党 爱军敬武 听习主席的话 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努力践行人民军队宗旨 在强军兴军陆上 贡献智慧和力量 尼弗平时虽然比较沉默寡言 但他却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先犯模范性 我要学习他 对待工作 认真负责 勇于承担 攻坚克难 对待同事 乐于相助 无视奉献 日前 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 授予洛旭东等四名同志 吉林凯模荣语称号 并在群省开展学习活动 中共吉林省委 追授洛旭东 尼峰同志 和授予张志昭同志 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吉林省军区党委 追授周坤逊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学习他们忠诚于党 服务为民 刻进之手 匆忙在前的崇高精神 化悲痛 怀念为力量 隶俗本职 心系群众 勤勉尽责 我们要向劣势学习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 关键时刻 能够挺身而出 向群众之所想 及群众之所急 把对劣势的深切缅怀 转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 他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靠前指挥 身先士足 这种一心卫功 冲锋陷阵 威武守候的行为 也将激励着我们每个年轻人 去学习 去奋斗 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 把党和人民的利益 放在首位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充分发挥交通运输 在保障物资运输 拉动经济消费 促进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加快完善 现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推动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一大早 辉南县楼街乡 茂盛村村民杨阳 就来到家门口的物流服务站 邮寄通过电商平台 销售出去的小米 发小米的吧 往回得上这里 三天才能发出去 现在咱们乡下 有这快递点了 特别方便 当天就可以发出去 收集快递不出村 省时又方便 这得益于辉南县 构建起的 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对接各村镇的物流服务部 最后直达建置村物流服务站 看似简单的农村物流网络 关键点可不少 其中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依托客运站升级改造而来 我们已经达到 百分百建置村通车了 所以说交通网络 四级我们都是现有的 快销品我们能直接 下放到村里面 然后把村的农产品 我们直接能通过 我们的运输力量 能运输到仓属中心来 快销品一天是两万多件 下村一万多件 就是上行线 另一个关键点 就是乡村网点的铺设 既要广覆盖 又要便利化 为此 辉南充分利用 农村电商服务点 小卖店超市 邮政便民服务站等 现有平台 开展快销 接取送达业务 村级物流合作网点 已达到143个 在公主岭市 依托客运总站建成的 县级物流揽收中心 日分减配送量 达三万五千件左右 同时吸纳社会快递 融入客货油配送体系 与邮政 深通 圆通 顺丰等公司合作 实现客运车辆 配送快递包裹 每天循环到村 那我们通过客车 进行运输 配送到镇级 然后通过我们的小黄车 送到村级 进行最后一公里的 一个配送 2021年至今 全省依托客户油网络 年均运送农副产品 800多万件 累计完成货物运输 1.2亿件 提供就业岗位 6600多个 带动农村经济增收 近1.7亿元 目前全省升级改造 县级客运站27个 建成乡镇运输服务站 316个 农村物流服务点 4667个 到2025年底 我省将实现 县级客运站 客户油网络合改造100% 乡镇物流服务站 和农村物流服务点 也都实现100%覆盖 今天距离第14届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开幕 还有8天 本届东北亚博览会 省区市合作馆 设在长春国际 会展中心5号馆 共计360个展位 天津市 山西省 江苏省 浙江省 等19个省区市参展 集中展示 优势产业发展成果 推切招商引资政策 投资环境等 今年省区市合作馆的特点 是参展省份增加 参展面积增大 参展企业 数量及质量 也有较大提高 各省区市展区 展示了各自特色产业 此外 5号馆还设置了金融展区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等9户金融机构参展 今天距离第22届 中国长春国际农业 食品博览交易会 开幕 还有三天 第22届 中国长春国际农业 食品博览交易会 将于8月18号至27号 在长春农博园举行 目前农机装备展区 正在按照计划 有序布展 各式各样的 最新农机设备 已经到位 一头头铁牛 正装待发 将把一项向先进的 农业生产新技术 带到天间地头 包括很多外省的企业 也会来参展 像国际上都很有名的 比如约翰迪尔 凯斯 这些都有 咱们的整农会员 在这会有展位 把最先进的技术 包括一些成果 展现给咱们的观众朋友 1945年8月15号 日本战败 并宣布无条件脱降 中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 付出上网 3500多万军民的巨大牺牲 终于赢得 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在抗战胜利 78年后的今天 吉林省各地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铭记历史 凝聚奋进力量 今天 维满皇宫博物院 联合社会各界 开展了铭记抗战历史 根据红色血脉 主题文艺会演活动 通过舞台剧劳工 舞蹈灯火里的中国 诗朗诵中华诵 群诵重读抗战家书等节目 宣传抗战英烈 不怕牺牲 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共同铭记那段历史 也真是如今和平年代 来之不易 作为少先队员 我们应该前赴后继 希望在我们每一辈的努力下 祖国盛世发荣 这几天 吉林杨静宇干部学院 开展了红色课堂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 带领学员 走进东北抗联纪念馆 和杨静宇烈士陵园 实地讲解东北抗联历史 参观了东北抗联展城 学习先辈们不怕牺牲 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这对我们来说 收获非常的大 今天通话市社会各界干部群众 也自发来到 东北抗二联军纪念馆 参观历史展城 聆听抗战故事 东北抗联精神是伟大了 我们更应该传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把抗联精神转化为 服务人民群众的不洁动力 在惠南县西凤街道卓越社区 社区宣讲员播放爱国主义短片 让党员群众形象直观地了解革命先辈 通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 赢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光荣历史 吉安市榆林镇治安存 是东北抗联第一陆军战斗生活过的重要地点 这两天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 榆林边境检查站和青石边境派出所的民警 与坚守55年为无名烈士守墓的义务守墓人 高扶游老人 一起来到治安村缅怀英烈 无数东北抗联将士用血和泪换来如今幸福美好生活 我们倍感珍惜 定会为祖国和人民守好边站好岗 随着洪水退去 苏兰 榆树等地全力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在苏兰市法特镇莲花香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的农纪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 实际查看积水较种地块的水稻和玉米等作物 展示情况 并现场提供解决风难 尽量的减少我们农田的受水淹的时间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有针对性的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比如说受水淹的田块 因为土壤里边养分的流失 我们可以采取追尸塑效肥 喷湿叶面肥 喷湿植物生长调解剂等等 来这个加速作物的生育进程 为全力抓好农业生产抗灾自救 尽快恢复生产秩序 最大限度挽回灾害损失 省农业农村厅健全包保工作机制 成立了三个农业防灾减灾指导工作组 组建了13个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小分队 目前已吩咐受灾相对较重的县市开展工作 在渔树市渔家镇五家村 卫健部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消杀工作 他们采取喷洒和覆盖消毒的相结合的方式 对过水房屋的室内 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消毒 确保村民们正常入住 屋里外都给我们消杀了 都来好次给我们消杀了 榆树市卫健系统 共组建了400多人的消杀队伍 对过水村屯的水井 地面物表 厕所 处行社 以及垃圾进行消杀工作 同时传授村民相关消杀常识 确保消杀工作做细做实 面对洪涝灾害风险 群众应做好自我保护 来听省疾控中心专家的提示 专家提示 面对洪涝灾害风险 要预防意外伤害 如育相关部门发布灾情预警 应减少外出 远离不熟悉的水域或接流 防止溺水 去须外出时 要做好安全措施 合理增减医物 既要防止中暑 又要防止湿温 减少皮肤在水中的浸泡事件 保持皮肤干燥 预防皮肤病 注意环境卫生 预防自然一元性疾病 灾后要对室内外环境 进行彻底的清理 不要在污水中洗衣游泳 避免光小踩水 穿长袖衣裤 适用躯壁剂和蚊帐等防护用品 杀灭蚊蚊 防鼠灭鼠 管理好家禽家畜 此外 还要注意饮用水和食品卫生安全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 央媒看吉林 8月15号 人民日报刊发综合稿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 深入人心 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不断提升 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报道吉林林树 推行保护性耕作 保护好黑土地 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8月14号 人民网推出微视频 小蓝莓 升级大产业 滋养乡村振兴 幸福福 人民网记者走进吉林蓝莓之乡 关注吉林省 白山市静雨县三道湖镇 经过14年的努力 蓝莓种植面积 从最初的200多亩 发展到现在的17000余米 今年新国总产量达1万吨 销售收入突破1.6亿元 8月14号 中国新闻网刊发报道 公主领事10万亩鲜石玉米 喜货丰收 文章说 公主领事积极发展鲜石玉米产业 全力做好两头石尾 农头工尾登这文章 全面激发乡村振兴 澎湃之力 8月15号 工人日报关注 我国首桶灵探原油 在吉林油田产出的消息 据介绍 这是绿色油田生态开发建设 取得的又以重大成果 节目的最后 来欣赏大美吉林的绿水青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